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也都是给事先腌制好了的 都有味道的 所以大家不用再往里头夹东西了 那我们这个菜调料也不复杂 就是简单的一些蔬菜 然后加上肉就非常好吃了 好 我们现在来学一学这个菜怎么做好吗 因为是不粘锅 我们说过不能放 就是不能给它烧得太热 所以咱们稍微有点热度就可以了 好 然后锅的温度感受一下 应该可以了 我们可以下肉片 看 油已经热了 筷子把它划散 这个菜呢 因为用的是新鲜的蒜苗 等于我们叫这个也叫蒜心 它的那个味儿比较重 所以我们就没有另外再放那个姜和那个蒜头了 因为那个新鲜的蒜苔已经非常够味了 然后我们给它炒一炒 猪肉呢 就不用炒到全熟 我们就不用把它装起来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蒜苗放进来 我们要让这个蒜香能够爆出来 所以你炒到表面 这个颜色已经有点变色就可以放蒜苗了 我们现在把新鲜的蒜苗放进来 我不知道你们那里是叫什么 有人叫蒜苔 有人叫蒜心 我们有时候也叫蒜苔 不过我觉得可能叫蒜苔比较确切一些吧 好 同样我们盐的锅边 我们嗆一点点的料酒 让它更香一些 好 现在这个蒜的香味已经出来了 在这个过程呢 这个肉就已经在熟成 因为刚才我们这个肉 我们大概只是炒到了可能五成熟 还没全熟透的 猪肉是一定要熟透才能吃 不能像牛肉那样 牛肉就不用煮太熟 这样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 应该有七成熟了 来 我们再加酱油 沿着锅边倒 好 这个颜色就出来了 虽然肉片是腌过有味道 但是这个酸心是没味的 所以我们把它加进来一起 肉就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红椒丝加进来 还记得我们说过的彩虹饮食吗 不同颜色的蔬菜 代表不同的营养和维他命在里边 所以我们尽量能搭配的多一点 但是我们自己在家要这么搭可能会挺麻烦的 买一袋红椒可能你只能用一个或者两个 其他的你要忘记做的话就会坏掉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主持会这个平台就可以帮你都配好 这样每一次这个分量刚刚好你都不用多买 是不是很棒 好 现在这样炒一下 收一下汁就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装盘 我们关火 好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蒜苗炒肉就做好了 色彩缤纷也非常好吃 希望你们会喜欢